男孩回到家,发现爸爸死了,妈妈死了,弟弟也死了 15年后,他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杀人凶手 凶手是空同派的掌门人,相互人称奔雷手的文泰来 巴林毫无畏惧,走向了一台 他摘下嘴罩,问他为什么要杀我全家 男人神色慌张,不言不语 巴林直言,上来吧,让我看看你几斤几两 奔雷手拉开架势,打开大合 可文泰来怎么也不是孙悟空的对手 几个回合也被做饭在地 巴林打断了内方所有骨头,浇上汽油点燃火机 最后还在男人胸前插了一刀,方才解恨 这次杀戮将巴林的变态基因彻底激活 一代杀人狂魔就此诞生 巴林将往事全部串联了起来 此时他突然一阵眩晕,鼻孔窜血 巴林想起,马应龙是对的 看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搞清楚是谁在做局 为了查清真相,巴林开始逼为马应龙 作为诺贝尔提名的基因学家 你为什么东躲西藏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马应龙无奈,只说有个叫OZ的组织正在追杀他 为了引蛇出动,巴林故意将手机藏在马应龙住处 随后给自己的手机抬去电话 因为神秘组织早就监听了自己 他们一旦听到马应龙的声音 便会安纳不住,全体出动 果然,OZ组织上了套 现场埋伏的只有巴林艺人 他释放体内恶魔,艺人便干倒了一群打手 可就算他再厉害,也抵不过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暴击 对方并没有把他怎么样 巴林捂着脑袋回了家 马应龙突然想起 有件重要的东西放在了车上 便让巴林去拿 他在老马的心理箱里发现一部手机 没想到里面竟记录着马应龙和金钟罩的通话记录 除此之外,马应龙的车上什么都有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小孩用的吃胆的嘴 脑痒痒的老头乐 巴林随便放开一个笔记本 竟是自己丢失一年的日记 里面记录了他杀人作案的全过程 甚至还有学生时的成长史 15年前,自己本来是全校第一 不想却被一个小毛孩抢了风头 那个孩子不怕正巴林 精通医术,总是一副校文满面的样子 可巴林发现 每次男孩所在前面 后面总有个黑衣人在跟着他们 这次他明白了 那个男孩就是金钟罩 而从小到大 也有黑衣人一直跟着自己 他们都是特殊基因的拥有者 换句话说 他们只不过是这场大型实验的小白鼠而已 另一面 有着青年钢太一直没有闲着 他走访调查了多名目击证人 最后找到了一张行车记录仪SD卡 刚太迫不及待的打开视频 随后整个人陷入了懵圈状态 他终于找到了杀死禽兽的真凶 可他不敢相信 这个凶手竟然是自己的好弟弟 正巴林